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的有一首歌特别的火 就是刀狼的罗煞海事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我呢还真听了两遍 听完以后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 余音上头三日不止 就是只要我的大脑闲下来 马上这首歌的旋律和那些奇怪的乐器 就拼了啪啦的钻了出来 然后在我的脑海中重复播放 我想过几个办法试图摆脱这首歌曲 但依然是挥之不去 最后呢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以毒攻毒 我又重新听了刀狼很早以前的一首歌曲 我多听了两遍 这个办法果然见效 自那以后我的脑海中再也没有罗煞海事 不过老问题解决了又发生了新问题 听完了那首歌以后 虽然罗煞海事不见了 但却让在2023年盛夏的我 突然有了一种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感觉 这么说当然只是开玩笑 但刀狼的歌确实是有毒 有一种褒义的毒 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火 并不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有多么动人 曲调多么优美 所深藏的含义又是多么的深邃 或者是演唱者的水平是如何的高超 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这首歌不好 相反在以上的这些方面 这首歌做的其实都很不错 刀狼的唱功也是名副其实的 只是这些的好都加起来 也不足以使这部歌能够达到现在的播放量 之所以这首歌这么火 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它背后的故事 特别是这首歌的歌词引发了大家无数的联想 有人说刀狼这首歌是嘲讽以前曾经看不上他的那些歌坛大佬们 刀狼刚一出道 可以说横刀出世 他的歌就已经广受好评 唱片的销量雄居榜首 但这样的表现仍然让一些歌坛的大佬们认为刀狼的音乐不入流 这些大佬们在歌坛都颇有影响力 他们在公开场合贬低刀狼的一些发言 使得刀狼的歌坛之路变得是步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 大概是在2012年 刀狼退出了歌坛 在以后的十来年间 刀狼就基本上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除了他身边的人以外 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人们都以为刀狼已经封刀了 但谁也没想到 十年以后刀狼又带着罗煞海士的这首歌回到了歌坛 而且一回来就是大杀四方 现在大家才如梦方向 这十几年刀狼可并不是在疯刀 他是在摸刀 这首大杀四方的歌曲的战斗力主要体现在他的歌词上 这首歌的歌名叫罗煞海士 他的出处就是来自于蒲松林所著的《聊斋之意》中的一篇短篇小说 名字就叫罗煞海士 这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出外经商的时候遇到了飓风 被刮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罗煞国 这个地方之所以奇怪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美丑不分 在他们眼中看来很美的东西 实际上是很丑 而丑的东西反而是很美 所以很多人说刀狼将罗煞国比喻成了当今的中国歌坛 认为中国的歌坛现在是美丑不分是非颠倒 真正好的东西入不了那些人的法眼 人们在联想到刀狼以前曾经被排挤的经历 那么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这首歌是刀狼归来以后 对那些歌坛大佬们挥出的复仇之鉴 还有人说没有那么简单 表面上是针对那几位歌坛的大佬 但实际上刀狼想说的是关于实证 反正随着这首歌的火爆各种说法都有 各种解读也都有 我在这里不会对这首歌进行这方面的解读 这里毕竟是一个历史频道 所以我还是想从历史的角度 跟大家聊聊这首歌的背景 就是蒲松林的罗煞海事 刀狼这首歌的歌名罗煞海事 其实只是引用了蒲松林的罗煞海事中的罗煞部分 而海事则没有提到 在蒲松林的笔下 罗煞和海事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而且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地方 罗煞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是书中的主人公不喜欢的地方 而另外一个海事则是主人公心中的乌托邦 在那里他邂逅了一名小龙女 并且发生了一段跨越人神两界 跨越两代人的生死绝恋 而写了那么多人神之间 人鬼之间 人胡之间 爱情故事的蒲松林 他本人的情感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蒲松林花费三十年时间写就的聊斋之意 这本书呢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很多影视作品 比如说画皮 倩女幽魂 都是取材于这部小说 但这部《快智人口》的小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地位 却似乎是被低估了 人们一般提中国古典文学 都会提起四大名著 那么聊斋之意 为什么不是四大名著之意的 所谓的四大名著 又是从何而来的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这个说法 是从何而来的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四大名著 这个说法 如果一定要找它的出处的话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冯孟隆所称的四大奇书 这四大奇书分别是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以及《金平梅》 这种说法呢 后来得到了 明末清初大文学家李渝的认可 于是呢 这种说法就得到了 大家的普遍接受 那么冯孟隆是谁 他说的话 为什么大家就认可呢 大家都知道 冯孟隆是三言的作者 所谓三言 就是省是横言 省是通言 欲是明言 大家都知道 冯孟隆是一个作家 文学家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书商 冯孟隆是万历年间的人 那段时间呢 经济比较繁荣 人们呢 有了闲暇的时间和金钱 愿意去看一些小说 而且明朝的文字役 远没有后来的清朝 那么严厉 那么变态 特别是出版小说 基本上不会受到官方的迫害 而且在明朝出版行业 是没有税的 明太祖 朱元璋非常的重视农业 所以他的税都是从农民身上耗下来的 而写书出版书的那些人肯定不是农民 都是知识分子 甚至是世家子弟 冯孟隆本人就是世家子弟 当然了 那时候不能叫公务员 那是叫科举制考试之难 虽然冯孟隆本人一生都没有考中过进士 但是呢 他仍然出了这么一本畅销书 冯孟隆当时就出版了一套从书 他自己命名为明朝四大奇书 其中包括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以及金平梅 而到了清朝期间 金平梅这本青人眼中的小黄书 就被列为了禁书 这样四大奇书只剩其三 而就在乾隆期间 和珅和季晓兰他们发现了石头记 就是后来的红楼梦 于是红楼梦就顶替了金平梅的位置 成了四大奇书之一 到那个时候 仍然没有四大名著这个说法 一直到了1952年 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古典文学丛书 当时拟定的六套书 除了现在的四大名著以外 还包括辽斋之义 以及吴敬子的如临外食 在做最后的审查的时候 红楼梦因为其地位崇高 自然入选 三国演义 讲的是全毛 也是难得的一本 自然也入选 水浒传讲的是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好得很 必须入选 西游记虽然说的是神话故事 但孙悟空本猴 也可以被看作是劳苦大众的一语 而且他不堪忍受压迫 反抗玉皇大帝和各路神仙的暴力统治 这是标准的人猴起义 所以西游记自然也就入选 而辽斋之义 说的很多都是人鬼之间的事情 宣扬的是封建迷信 和当时的主旋律师被盗而驰 自然就在淘汰之列 吴敬子如临外史 却没有一个故事的主线 所以也被淘汰 这样最后就只确定了四本书 人民出版是出版的时候 将这套丛书命名为四大名著 这就是四大名著这个名称的由来 这应该算是一套丛书的名称 而并不是经过学界认证公认的四大名著 冯梦龙如果活在当下的话 那肯定是一位金巨王 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些俗语 比如说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县临头各自飞 还有什么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些金句都是出自于冯梦龙的笔家 冯梦龙毕竟还是个书商 所以呢 为了迎合市场 他也编造了一些故事 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 苏东坡以美妾换白马的故事 还有苏小妹三男新郎的故事 这些都是冯梦龙编排的 冯梦龙其人还是非常有民族气节的 明朝灭亡以后 他四处奔走 投身于抗清斗争 而且呢 还出版了一本书 叫中兴伪劣 大概是在顺治三年 也就是公元1646年 明朝灭亡的两年以后 冯梦龙忧愤而死 也有一种说法 说他是被清兵所杀 而也就是在冯梦龙去世之前的六年 蒲松林出生了 蒲松林是1640年生人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是明朝人 而等他长大成人以后 则是到了清朝 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康熙年间度过的 所以他笔下的那个是非不分 黑白颠倒的社会 说的就是所谓的康前圣事 蒲松林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 他的父亲以前也是一个读书人 但是屡事不敌 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 最后没办法转而从商 这蒲家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诅咒 从蒲松林的曾祖父开始 都是读书人 都拼命的想要中举 但无疑成就 到了蒲松林这一代 似乎是出现了转机 蒲松林在18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 他当时连续在县室、府室、院室中 三次考试都得了第一名 这就是所谓的小三元 那时候只有19岁的蒲松林 可以说是仇处满志 在他看来以后中举甚至名列三甲 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他本以为这将是他以后辉煌人生道路的起点 却没想到 却是终点 在随后的44年 他一次不落的参加科举 但每次最终都是名落孙山 虽然是屡事不敌 但蒲松林仍然是用心苦读 同时开始编写聊斋之意 在他的书房中摆放着这样一幅对联 来表达自己的心智 有智者士敬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官 忠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甲 可吞无 看到这副励志的对联 大家一定是心有所动 其中提到的 岳王勾建 卧心长胆的故事 也使我是突发奇想 如果此时正在苦中长胆的岳王勾建 偏偏遇到了常山赵子龙会如何呢 赵子龙可一身都是胆 那对于王勾建来说 要尝到什么时候 真是苦海无边 蒲松林绝对是有才华的 不过他的气质是一个作家 文学家 小说家的气质 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并不适合做那些需要论据的四平八稳的八股文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蒲松林已经考了这么多次了 一直考不上 不考了不就行了吗 特别是到后来 蒲松林写就了聊斋之意 那时候他已经是名声大任 由名声带来的财富 也让他衣食无忧 但是呢 他仍然最新于科举考试 为什么呢 有一次他的夫人刘氏 看到他为了备考准备的很辛苦 就劝他说 咱们能不能就不考了 如果你命中真的能够通达显贵的话 那么你应该早就考上了 到现在还考不上 何必再强求呢 山林之中也有快乐之处 蒲松林听把陈音伴上 然后对刘氏说 你难道就不想当夫人吗 这恐怕就是蒲松林执着于科考的原因之一 他希望能够为他的妻子争一个夫人的名号 但刘氏显然并不在乎这些 刘氏说 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 有儿有女 孙子还成了秀才 继承了蒲家的书香门帝 现在生活无忧 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蒲松林的夫人刘氏 自八岁的时候就举配给了蒲松林 据说呢 是为了躲避 当时清廷在民间征召秀女 刘氏虽然出身于书香门帝 但是他本人并不识字 性格呢 也有点沉闷 不太爱说话 但心地善良 勤奔 对蒲松林更是关心的无为不知 因为勤奔心地善良 他赢得了他公婆的欢心 同时也招来了他另外几位 轴厉的记恨 不过呢 因为蒲松林那时候是三榜第一 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家中人对他寄予厚望 他的轴厉们也不敢为难刘氏 但后来蒲松林在相识中接连落榜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急速下降 这也牵连到了刘氏 轴厉们对他也经常是恶言相向 因为家中的纠纷不断 蒲松林的父亲决定分家 而分家的时候 蒲松林又不在家 刘氏本来就不爱说话 又不愿意跟别人争什么 所以最后蒲松林与他分得的家产 是最微薄的 因为田产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 无奈之下 蒲松林只好外出 到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 因为常年在外 蒲松林自己不禁感叹道 久以赫梅当妻子 只将家设坐游庭 而家中的一切家务 也都交给了妻子刘氏 刘氏虽然不通文末 也不善言谈 但他却是一直勤勤恳恳的操持这个家 当蒲松林从外地归来的时候 他欣喜的看到自己家中的那几间破屋 已经被修饰一新 孩子们读书也都很上进 家中的一切都被刘氏操持的井井有条 虽然常年分居 虽然常年分居 刘氏对蒲松林依然是一马轻深 家中虽然贫寒 偶尔吃些鱼肉啊 鸡肉这些好吃的东西 刘氏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夫君蒲松林 他会将这些好东西留下来 希望能够留给蒲松林吃 即使后来这些食物都变质了 刘氏也不舍得吃 康熙52年的中秋节 这一天刘氏与他的儿子儿媳 以及夫君蒲松林在一起 一向不爱说话的他 那天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似乎是要将这一生中没有说出的话 都要说完 然后他就永远离开了他的儿女 还有他的夫君 那一年他71岁 与蒲松林在一起生活了56年 刘氏去世以后 蒲松林经常想起他 他曾经这样写道 浮世原同鬼作灵 旷当遂过七云寻 宁知悲酒清潭兮 便是为防绝绝尘 浑若有灵当入梦 剔如不下 意伤神 而来被绝无声去 死者方为快活人 普松林希望刘氏能够走入他的梦中 让他能够烧解这思念之痛 类似这样的道王诗在他的妻子去世以后 胡松林写了很多 诗中除了对自己发妻的怀念以外 还也含着一丝丝的愧疚 那是因为在这56年的婚姻生活中 胡松林也曾经爱过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顾清霞 胡松林笔下写了很多的狐仙女鬼 但他们都已经颠覆了以往的形象 这些狐仙女鬼大都并不作恶 而且善良颇富正义感 他们通常都爱上一个落魄的书生 而这些书生们大多也都已经有了家世 这些狐仙女鬼都是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想爱又不敢爱的人 在蒲松林的生命中 也有一位想爱而不敢爱的人 他就是顾清霞 一定意义上来说 他也是胡松林笔下 所有狐仙女鬼的原型 胡松林遇见顾清霞的时候 顾清霞还是一名歌姬 那时候的蒲松林正在给他的好友 同时也是当地地方官的孙慧做幕僚 后来孙慧纳了顾清霞为妾室 这样蒲松林与顾清霞的接触就变得多了起来 那时候蒲松林三十岁 一人离家在外 在他的眼中顾清霞无疑是一道他从未见过的风景 毫无疑问他暗恋上了顾清霞 顾清霞和刘氏不一样 顾清霞能歌善舞 而且还会吟诗作对 加之美貌动人 蒲松林对他的这份暗恋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但这份感情自始至终 只存在于蒲松林的想象之中 二人从没有现实中的恋爱关系 和有任何的肌肤之亲 顾清霞去世以后 蒲松林也写了很多的道王诗来怀念他 其中有这样两句 燕子楼中一圣本 牡丹亭下 吊香魂 顾清霞的存在 为蒲松林底下的那些善良的狐仙女鬼们注入了灵魂 如果没有顾清霞 可能仍然会有聊斋之意 但那时的聊斋之意 就不会像现在那样 被注入很多作者的感情 很可能会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智怪小说一样 仅仅是记录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蒲松林的聊斋之意刚一问世 马上就是风行全国 这本书也使蒲松林的经济状况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蒲松林不光写了聊斋之意 他还有很多的诗集 以及一些杂书 总共有两百多万字 聊斋之意的出版 是他的名声大振 那么他其他的书籍出版 自然也就是顺风顺水了 当时有很多人写类似的智怪小说 但只有三个人颇为著名 一个当然是蒲松林 另外一个人大家也非常熟悉 他叫纪晓兰 第三个人叫原梅 大概是同行相亲吧 反正纪晓兰是非常不喜欢蒲松林 也不喜欢聊斋之意 但他不喜欢 他的儿子却非常的喜欢 纪晓兰的长子 也是在他所有的儿子中 被纪晓兰寄予厚望的这个儿子 他对聊斋之意的痴迷程度 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甚至最后就死在了这本书上 这可不是别人瞎说的 这是纪晓兰自己写在自己的书中的 据说可能是因为纪晓兰的长子入溪太深 他真的去深山去寻找狐仙 结果失足落入了山溅 摔死了 如此更加引起了纪晓兰对蒲松林的不满 纪晓兰的著作大家也熟悉 叫《月威草堂笔记》 里面也有很多关于鬼怪的描写 不过纪晓兰笔下的鬼狐 与蒲松林笔下的是完全不一样 蒲松林笔下的鬼狐是以情动人 而纪晓兰笔下的鬼狐则是以礼服人 这些鬼狐们都很有文化 很讲道理 见到人以后总是引经据典的讲一番大道理 不把你砍晕了 那他在活见鬼呢 比如说在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店户叫张天熙 有一次在田地里看见了一个骷髅头 头朝上 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朝着这个骷髅头的嘴小便 结果这个骷髅头突然叫出声来 说你为什么在我嘴里尿尿 你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吗 而且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女鬼 你这样做 你是男人吗 这个鬼越说越气 越气跳得越高 都快跳到张天熙的脸上了 张天熙吓得往家跑 鬼就在后面追 张天熙把门关上 鬼就跳在房梁上 一边骂一边给他讲道理 张天熙一家人都很惊恐 后来他们大的胆子问这个鬼 你到底是谁 叫什么名字 鬼说了以后 这些人才发现原来这个鬼并不是外人 而是他们的高祖母 蒲松林和季晓兰二人之间并没有交集 两人并不是一代人 季晓兰出生的时候 蒲松林已经去世了 和季晓兰当时齐名的就是圆梅 当时号称北济南圆 圆梅写了一部书叫《紫布语》 其中也包含很多的智怪故事 这样看起来在当时来说 写智怪小说还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蒲松林的笔下不光是有鬼狐 还有一些仙女 甚至还有龙女 在《罗沙海士》的这部小说中 蒲松林就写了一段 人与龙女之间的生死恋情 男主人公还是那个到了罗沙国的马迹 因飓风的原因 马迹误入了罗沙国 在那里他发现了这里 眉丑目分是非颠倒 在那里当官评的并不是才华 而是长相 越美越好 当然这种美是打引号的 马迹是一个帅小伙 这样他在那里就变成了 奇丑无比的丑八怪 后来有一次 他用眉灰涂黑了脸 又为大家表演了一段歌曲 他的艺术才华震惊了身边的人 后来就有人将他推荐给了 罗沙国的国王 马迹仍然是涂黑了脸 在罗沙国的王宫内 为罗沙国的国王 演唱了一首歌曲 歌还没唱完 罗沙国王就大手一拍按钮 转身冲了下来 对马迹喊道 来加入我的团队吧 于是马迹被封为了夏大夫 他经常为国王表演 深得国王的宠心 国王也赏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 但时间一长 有的人就开始质疑马迹 说他的脸是涂的 他是在骗国王 马迹在那里待的并不如意 这种扭曲的生活让他一点也体会不到所谓成功的喜悦 整个罗沙国也让他觉得很压抑 罗沙国的城墙是用黑色的石头堆砌而成的 而房顶上却是红色的石头 整个国家都显得沉闷 了无声气 后来有当地的村民告诉马迹 说这里每隔几年都要有一次海事 那里非常热闹 在那里能见到海中的神仙 马迹听了非常感兴趣 于是有一天 他就与几位村民一起去了海事 在那里算是大开了眼界 在海事中 他碰到了两位贵公子 这时候的马迹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 像过去那样俊美无比 那两位贵公子见到马迹以后 见他仪表非凡 又知道他是从中土而来 对他非常感兴趣 邀他一起去游龙宫 两位公子中的一位向马迹介绍说 他是龙王三太子 龙公子带着马迹骑马奔向大海 马迹很害怕 但当马跃入大海之时 大海中的海水却从中间分开 像墙壁一样筑立在两边 中间留下了一条路 龙公子与马迹来到了龙宫 龙王见到从中土来的马迹也非常高兴 他知道中土的人是善写诗文 就让马迹写一首海事负 马迹略以思考 一挥而就 龙王看了以后大为欣喜 非常欣赏马迹的才华 龙王设宴款待马迹 在酒席宴间 龙王向马迹提议 说我有一个小女尚未出嫁 我愿将她许配给你 你意下如何 马迹自然是欣然答应 然后他就见到了那位龙女 龙女的美貌令马迹痴迷 龙女也非常的喜欢马迹 二人算是一见钟情 然后就共遇了爱河 马迹和龙女在一起 在龙宫之中度过了三年的幸福时光 三年以后 马迹思乡心切 他希望龙女跟他一起回到中土 去见见自己的父母 但公主说 人神相隔 我们不能见面 你回去吧 看来我们缘分已尽 我会为你守节 不会再嫁给旁人 希望你也不要再娶妻 如果真的生活需要照料的话 可以纳一个婢女为妾 当时马迹的心中暗暗叫苦 其实马迹在出来之前已经有欺世 但这一点他并没有告诉龙宫 马迹就这样离开了龙宫 大海像他来时那样 向两旁分开 让出了一条路 而等到马迹刚一登岸 回头望去 大海又已经重新合拢 象征着他与龙女 此生此世将无法相见 马迹回到了故乡 见到了父母 他的父母以为他早就死了 他以前的妻子也已经改嫁 这时候马迹明白了 原来龙女早就知道他有妻子 也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改嫁 马迹没有再婚去 只痴痴的等着 为三年之约 三年之后 马迹又来到了海边 在那里 他果然看到了有两个孩子 在海面之上玩耍 孩子的帽子上 戴着他临走时 送给龙女的赤绿莲花 他知道这是他的两个儿女 这两个孩子还带给了龙女 写给马迹的一封信 龙女在信中告诉马迹 在他走以后的几个月 龙女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女孩叫福海 男孩叫龙公 在信中 龙女倾诉了自己的相思之情 和他对这份爱的无奈 而且也提到他作为儿媳 一直没有在公婆面前尽孝道 身以为憾 所以他想在一年以后 婆婆去世的时候 他要亲自前来祭奠 尽一份孝道 这样马迹也就知道了 他的母亲将在一年以后去世 因为他知道龙女是有预知能力的 一年以后 马迹的母亲果然去世 在出殡的那一天 灵车刚刚到达牧室 突然间是风雷大作 众人都看见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子 走入了墓穴 众人再想仔细看时 这时候又突然风机雷轰 下起了大雨 在大雨之中 这名女子消失不见 又过了几年 龙公和福海这两个孩子 已经长大懂事 龙公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 终于有一天 他离开了马迹 走入了大海 重新与他的母亲团聚 但福海因为是女孩 只能待在家里 他也思念母亲 思念自己的兄弟 所以经常哭泣 有一日 龙女突然来到了他的闺房 给了他很多宝物 做嫁妆 马迹知道龙女来了 马上跑出来相见 但突然风雷一声 龙女又消失不见 这两个人最终再没见面 清代的著名诗人 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珍 曾经这样评价辽斋之义 孤枉言之 孤信之 斗篷 刮架 云如丝 料应 艳作 人间雨 爱听 秋焚 鬼唱诗 或许对于别人来说 辽斋之义不过是一些闲谈 而对于蒲松林来说 辽斋绝不仅仅如此 在他的笔下 最可怕的并不是妖 鬼 胡 而是人心 以及这人心之下的社会 辽斋也是蒲松林的情感所信 那里有他梦中的龙女 以及在龙女背后的 那个同样在梦中的古青霞 蒲松林终于在书中 实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 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 梅林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